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韦国FM 外国电台特别专栏节目 七分钟脱离尾嘻哈 我是你们的MC范范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继续来和你们聊一聊Emma Rapper的代表人物之一 XXXTentacion 在上一期的节目最后我们提到过两首歌 一首是Look At Me 还有一首是Jocelyn Flores 其实就范范个人听感来说 Look At Me中出现的嘶吼般的rapper 其实是更加符合XX一贯乖章暴力的性格的 但Jocelyn Flores所表现出来的 好像又是一个心思细腻 优柔阴郁的rapper形象 她的歌不再疯狂 而是一改常态 变得安静如比 没有了歇斯蒂利 更多的变成了安安静静的讲述 可能XX就是这样一个如此矛盾的人 她的所有经历带给了她很多的痛苦 除了抑郁症 更造就了一个拥有两封面孔的她 一面张狂乖丽 一面温柔无助 很多时候就像环球网曾经给出的对于XX的评价一样 她的身体里天使和魔鬼并存 她极为乖张的性格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所受到的挫折 乃至最终的悲剧 但这也是她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 很多人都说XX和Leo Peep非常相像 一方面是对于XX在amore Rap上的造诣 以及对她音乐的认可 而另一方面也是惧怕 XX会像年轻的Leo Peep一样 在自己最好的时间段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曾经的XX总是在积极地调整自己 她写的一首叫做I spoke to the devil in Miami He sai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的歌里 就明显地表达出了这样的一种积极感 她相信即便世界之前对我如此残酷 但是一切都是会好起来的 她也说过如果我死了 希望我的人生经历能给500万个孩子带来快乐 她希望自己是有价值地活着 即便是死亡也一定要是有价值地死去 可是上天就总爱和我们开玩笑 哪怕是一个已经拼了命勇敢选择好好活下去的人 最后依然还是没有逃脱死亡 2018年6月18日 所有的新闻头条都变成了 年仅20岁的XXX Tennessee Young 在佛罗里达州的Browatt County 被两名黑人男性枪杀 或是几天后被爆出的枪击案最新进展 第二名嫌疑人被警方逮捕等等之类的 看新闻报道说 一名枪手在车前朝她开枪造成了致命伤口 后来XX被送到医院后 因救治无效而过世 而她才刚刚20岁 对比起前不久 还在赞扬她的音乐才华 描写她为横空出世的说唱新秀 前途无量之类的新闻 伤心的同时 还让所有人都见证了这玩笑性的巨大反差 很多歌迷很多媒体都说 XX是21世纪的天赋型选手 是个不可多得的音乐奇才 但同时XX又因为抢劫和持有致命武器而被指控 对怀孕的女朋友滥用家庭暴力 而以违法监禁 恐吓 殴打孕妇等罪名被捕 而最后直到她去世 身上依然还背负着被其他人起诉的15期重罪名面临审判 所以有人捧也就一定会有人才 更何况XX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非常大的公众人物 在有人说她是21世纪天赋型选手的时候 也有人说她作为明星 这样的社会形象会带怀青少年 把她距离千里之外 其实我无法去做这样一个评价 不管是歌迷的身份 还是旁观者的身份 毕竟我们除了她的歌 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她 我们可能只看到了她的乖张 她的暴力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哪怕是她音乐里几分钟的阴郁和脆弱 也都是真的 她的歌本来就是她的生活 她的痛苦的一个展示平台而已 那说起XX的歌迷 数量自然是很庞大的 而在为她的歌所着迷的这些人里 也有韩红 没错 就是你们现在脑海中 第一个想到的那个歌手韩红 可能根本没有人会想到 韩红会是一个嘻哈迷 在她的听歌列表里有很多嘻哈歌曲 比如海尔兄弟 海尔Brothers 但听得最多的应该就是XX了 24首歌的列表里 总共收听次数接近三万次 韩红还经常在自己的音乐主页里 分享XX的歌 而且这种分享也绝不是因为XX的离世 而产生的一时跟风 早在17年的时候 她就已经开始成为粉丝中的一员了 韩红甚至在一次歌曲的分享评论里 很激动地说道 很爱她 她有自己的思想 无所谓金钱 及一切泡沫般的存在 其他都楼宝 这评论就是我 我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没骗你 我正在脱掉自己身上那层重重的躯壳 或许每个人喜欢XX的原因都各不相同 有些人喜欢她的酷 喜欢她的不屑一顾 也有人喜欢她的柔软 能在她的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提到的一样 XX就是拥有这样一种未知的诱惑力 那今天的最后 想要带给你们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 Everybody dies in their nightmares 当中有一句歌词唱道 Only time I'm in my mind When I'm all alone 只有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执念自己的内心 我们总会在人前 把自己伪装成各种样子 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要在这首歌里 和你们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电台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 给我们点个赞 也请持续关注我们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吐槽的 欢迎留言给我们 甚至是你有什么非常喜欢的rapper 想要在节目中听到的 也可以随时留言或者私信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这一期的Wiggle Rap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护士建议 一定要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 Wiggle Rap这档节目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 让更多喜欢hiphop的人 听到我们的声音 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手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许下一期的节目 就是你喜欢的歌手哦 给你的歌手 感谢您喜欢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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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flight